下車 民眾擋監目擊 遠景拔槍 對著黑色轎車大後 要駕駛下車 從主觀鏡頭看更是驚險 下車 下車 駕駛艦逃不掉了 才在路邊停車 支援警力一擁而上 把人從車上拉出來 壓制在地 招啥 時間往回推 這台車只是在路口沒開大燈 巡邏警方上前問了幾句 沒想到等燈號變綠 駕駛立刻催油門逃逸 甚至衝撞警車 地點在逢甲商圈周邊 車上是一對兄弟黨 會這麼心虛 就是因為車上藏有毒品 並於越後座查過 毒品Halloween一包 並於副駕駛的 六七年是彭信男子三丈 查獲一局毒品Halloween的殘障真理口 毒蟲不服取締 當街逃逸撞警車 警方拔槍賀斥 嚇壞目擊民眾引發騷動 不只五十一歲彭信駕駛 還有他的哥哥 依妨害公務 跟毒品罪雙雙一送法辦 記者黃山鳳林雲杰 台中報導